距离F1大奖赛还有两周的时间 随着疫情缓解再加上赛事 不少的外国旅客将前来我国 至少五家拥有赛道景观的酒店已经客满了 预计本地全岛各地的客房需求也将暴增 到了月底 这里将被引擎声环绕 停办了两年的F1大奖赛终于回归 到场人数预计将是历来最多 而处理在赛道旁的酒店大多已经一方难求 为了应对标涨的需求 不少酒店自今年年初就已经聘请和培训更多员工 就连离赛道一段距离的酒店 客房入住率也有所增加 今年飞往我国的航班预订量已经增加两倍 新加坡酒店协会认为 大奖赛回归显示我国已经准备好 主办世界级赛事 即使过了F1大奖赛周末 酒店需求预计将维持在高水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